這個菜心牛肉其實是一向的自愛 不過真的太貴就沒買了 我也是菜心炒牛煎多 現在牛柳鞭給點軟一點 這個雪藏很久 什麼雪藏過呀 這下週有雪櫃 三十元是多少 三十元 牛柳鞭給我要炒牛肉 我要吃的 對 給牛柳鞭 這麼少呀 糟糕 看看 三十元 唉 吃飯 少少來 唉 多少錢 現在的東西 四十七 嘩 我切薄一點 麻煩你 死人了 四十七元 其實多少錢 三十元 算了 要你菜心炒牛肉 我是粵豬肚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菜心炒牛肉 你看到這些菜心 我很少吃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是吃菜心仔 你看看 走勻的 幾個街市 白白白的 都不是漂亮的 不過最近的菜心 真的炸得不得了 所以我剛剛拍了蝦米青瓜 但是每天吃瓜都不行 我今天就專程去做菜心牛肉 這些叫牛柳鞭 在牛柳貼著那條鞭 四十七元 本來買三十元 他切了一塊丁屎 這麼多給我的 三十一六 切這些來 四十七 今時今日真是難搞的 告訴大家 牛肉就最好買牛柳鞭 不過就貴到牛 現在吃牛肉的人少了 菜心 我媽媽那時候就是吃這些菜心 以前是沒有菜心仔的 最後我跟他偷了一條菜心仔 你看看 這些就是菜心仔 這些都是不漂亮的 深綠色的線漂亮的 什麼叫深綠 大家看到了 淺綠深綠 這些叫深綠 整棵深綠線是漂亮的 這些已經不漂亮了 不過不能買都要吃的 這些回來的菜心要處理 馬上處理給大家看 菜心最重要是一塊薑 還有用一個芡汁就可以了 這些菜心幾十年前 我媽媽就是這樣 撕窄 撕窄 條條都是這樣做的 譬如這些位置 他也是要用手指甲 施了一些衣 你知不知道 這樣做法 功夫多了一倍 所以我近十年都不做的 條條都是這樣的 那你說是不是很辛苦 所以我是吃那些菜心仔 深色那些 買一些漂亮的 因為菜心仔 是近十年才有的 那些菜心苗 以前大部分人 都是吃這些菜心的 除了這樣撕之外 其實你的手指甲 撕到全損了 因為你們不太會這樣撕 那又有個方法 你們又可以用把刀 這些生果刀 這樣撕 沒辦法 這樣以前 古老的人 可能現在都有的 我們的懶人 已經不做這個方法 但最近的菜心 差到這樣 你沒有辦法 不這樣做 不好吃 這樣撕掉 那些衣 盡量撕 這樣就好些了 用手指甲 用這樣一條條 甚至乎 你不用這個方法 用批的方法 這些不要的 這些不會吃的了 這些不會吃的 沒有辦法 太差了 因為那些菜不好吃 如果那些菜不好吃 你煮出來不好吃 何必煮 甚至用這種刨 慢慢刨 喂 這些又是心肌菜 菜心牛肉 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小菜 但是告訴你 想不到 不是很多人拍片 居然 我自己看自己的片 都沒有拍過 要不就這樣刨 手撕 用刀刮 或者用刨 就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兩斤 兩斤 都是一斤 鬆一點 做好了 再跟大家說 刨完皮了 我也是用那個 紅刨刨的 你看到 這些就砸了 砸了一塊塊 你看一下 就砸了 這些菜心 其實這些是好吃的 有條心 有些粗一點更好 刨了這些 你吃下去 就沒有渣 兩斤的菜 就是剩下這裏 怎樣也要 十兩 不是八兩 只剩下一斤 鬆一點 不要緊 如果年輕人 回家吃飯 很棒 吃菜心 你就要想一想 父母的手 怎樣撕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現在做了人父母 就了解完了 好 馬上找水 先洗一洗 先浸一浸 反而這些古古怪怪 不是齊齊整整的菜 可能濃藥更少 有些洞 不是很漂亮的 反而更好的 現在的菜心 可以到二十元兩斤 開店買的 其實是划算的 因為現在周圍有十六 斤以上 有些二十多元 看看哪些街市 這些是牛柳鞭 四十七元 這些炒出來 就會軟一點 其實牛肉 你要買一些更漂亮 起碼都買牛柳肉 牛仔肉 新鮮 牛柳鞭 因為牛肉很難處理 很多時候炒牛肉 你們不懂得炒 就很硬 我都不懂 不要說你不懂 就是你懂 我都不懂 很多時候 我不是拍過牛柳絲 給一些奇異果 少少 下去 如果在外面的茶餐 吃 很多時候 都會加少許梳打粉 它會軟 但我們自己住家吃 就不會做這個動作 讓它瀝乾 醃了去炒 讓它瀝乾少少 讓它瀝乾少少 我們現在來處理薑 菜心牛肉的命脈 就是醬汁 我說一下 是我家製作 還有薑 其實什麼都不用加 薑片 它會帶出一種薑味 令到菜心牛肉很好吃 因為你混在醬汁 變成有薑的味 和醬汁 令到菜心牛肉很滑 很想吃 很好吃 現在刮好薑 切開一片片 最主要是要薑味 最主要是要薑味 因為出了薑味 混在醬汁 便會很好吃 好了 瀝乾水 沒有水 醃一醃 加入生粉 不用太多 以前基本的人 只是加入豉油 現在加入蠔油 因為牛肉很配蠔油 加入油 加入多一點油 也不要緊 加入兩斤 因為它會滑 如果是新鮮的 就不用加胡椒粉 讓它滑一滑 就入味 牛仔肉 牛柳邊 炒出來 就會滑 如果真的買牛肉 很硬 你要根本切 最好是加少許果酸 奇異果 菠蘿 這些類 少許就可以了 醃過幾小時 它就會軟 但這些新鮮 我們不用了 做好了 待會就可以炒牛肉 菜心炒牛肉 最主要就是打入獻汁 我們打入獻汁 我們要少許生粉 糖 剛才醃牛肉 就不要加糖 怕它搶火焦 糖可以多一點 我 吃少許的就加少許 我喜歡 因為我要它的味帶動 以前的就是這麼簡單 豉油 豆粉 糖 可以 加少許豉油 帶好的味道 這四種 加上薑 就是菜心炒牛肉的命脈 好了 先加水 不要再加 加少許水 不夠 待會可以再加少許水 攪勻 打芡 就可以了 待會再加少許 再加少許 菜心炒牛肉 也要先炒一炒牛肉 其實牛肉 不用太熟 這樣 放下去 煎一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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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牛肉是亂的 牛仔肉是最好的 旁邊的 很簡單 蒸條蔥魚 蔥頭蒸蔥魚 都35元 現在 拌一拌 牛肉 經過鑊這樣拌一拌 它的味道 又是走一走 定義 基本上 就可以了 半沙熟 可以了 現在很漂亮 你看到都是不韌的 所以貴是有道理的 先拌出來 很簡單 放兩片薑 現在就是 倒下菜 開火 炒菜心 我不是炒過的 這個非常好吃 要焗的 兩斤的 雜了也要一斤六兩 我很喜歡吃 放一盒 收回小火 中小火 等它焗一焗 先焗 我就是這樣炒菜心 焗了兩分鐘 打開 現在要開大火 焗軟了才炒 可以了 這麼大的菜怎麼炒 這些菜不太好 你看到 薑味就浮出來了 它本身有些 菜是小過有些水 不要緊的 因為這個是有汁的 菜心炒牛肉 一向都是一般家庭的 好的美食 可惜牛肉 價錢突飛猛順 變成現在很少人炒 菜心炒牛肉 也有人炒 現在我都流行炒 炒牛展 巴西牛展 都是在雪房買 凍肉店買的 現在開大火 記得 因為不夠火 其實菜心 你自己用心去炸過 這條條就很好吃 爽脆 沒有筋 這些醬汁好吃 現在什麼味道都沒有 現在很簡單 把剛才的芡汁倒進去 倒進去 沒有味道 其實現在只有醬油味 只有糖味 現在先下 煮一煮 稠稠的 很棒 讓它煮一煮 現在的薑味就出來了 我們蓋一蓋 煮一煮再跟大家說 好了 一分鐘打開蓋 你看有多少的芡汁 我們喜歡多汁 現在把剛才的牛肉 可以兜幾兜就可以了 已經 兜一兜 因為剛才的牛肉 是七成熟 左右 這個菜心牛肉 其實是一向的自愛 不過真的太貴 就沒有買 多漂亮 薑 最主要是薑 薑還沒出來了 很好吃 很滑 好 拿過來就行了 拿過來上 好 菜心牛肉 現在上了 看看 主要知道 一個真真正正的 菜心牛肉 其實這個程序 摘菜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選擇牛肉 漂亮的 又是一個學問 當然是給得貴的錢 就應該就好了 其實我已經不太捨得了 因為以前小孩子 即是他們小孩子 那時候 當然是買一些好一點 現在都大過了 牛腱也可以 巴西 牛仔肉也可以 怎麼和你吃這些牛柳鞭 這些醬汁 你不要說多醬汁 不是的 我告訴你 拌飯是完美的 菜心炒牛肉 普通家庭小菜出來了 大家都看看 兩斤的菜 集起來都是一斤六兩左右 都可以的 一般來說 都不是用菜心 只是用這些菜心 多漂亮 即是說真的 是漂亮的 大家都可以試試 如果在牛肉店買 買牛仔鞭 牛柳鞭 你看看 這些真的好吃 我找些瘦瓦絲 你知道 這些是否容易吃 那沒辦法 一分錢一分貨 吃得好一點 薑很好吃 一片片有薑味 整個汁 只有豉油 豆粉糖 媽媽教的 以前哪有這麼多調味料 過年那些已經吃得太過熟 炒菜心牛肉 我都會做 給點心思摘菜 這些大大條的菜心 好吃一點 爽口 有菜心 就一樣做法 米汁 待會拌飯 不要說水靚靚 我們是喜歡這樣 希望大家都喜歡 會比較喜歡的 油包 大家好 我有幾百條影片 包括煮食、氣炸鍋 有好東西介紹、旅行、資訊和家務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影片好看 記得就按LIKE我 和我分享給多點朋友 記得訂閱我 還有按我小鈴鐺 多謝大家 多謝 真的有料到 讓我先拿一張紙巾 讓我先拿一張紙巾 給大家看看 拆了一陣子的效果 好棒喔